哈嘍 哈嘍 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Lucy from 對 Beasty國境之王的聯賽 不能說聯賽比賽 來到第四場 看到是日本對中國的一場對局 來到的是似乎這張地圖 呃 似乎這張地圖 海陸混合必出什麼 沒錯日本 所以這樣地圖沒有來看到日本了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觀眾說想要看這個 紅中國對日本嗎 對不對 這一場 紅中國對日本 好不好 剛剛那麼好 來一場這個日本對紅中國 Beasty對Lucy from 那現在是第四場 裡面打了一個2比1嗎 來看一下Beasty 究竟能不能在這個系列戰中脫穎而出 那麼 日本開局 五村伐木 一村開碼頭 中國呢 一樣啊 應該也是一樣 呃先伐木 也是五村伐木 一村開碼頭 呃混合圖的話 哦這還卡人口 Beasty 還偷到一個卡人口 剛剛才補下一個仿射 呃中國在海途的優勢呢 就只有他的碼頭 造建造的速度稍微快了 呃現在百分之十還是百分之五啊 我看一下我忘了他是百分之多少 呃 碼頭的話 哇 這邊怎麼有寫啊有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所以提高了百分之十 所以別的文明呢 一艘漁船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這邊25秒 所以這邊百分之十就大概減了個兩秒吧 所以這23秒啊 其實差不多了 那日本的話 漁船撿30木頭老生長壇 也是日本的海上經濟的一個 比較大的強勢點 那這裡日本呢開的是他左方這裡的碼頭 中國開的也是他左方左下方的碼頭 對目前碼頭都在同一側 那日本這一件碼頭的位置呢 是有點 有點偏的 是 有點有點靠這個綁旁邊一點 那這樣的話這裡的視野掌握可能自己就要小心一點了 有機會會來這邊下個碼頭 中國是有可能 呃到這邊界來下碼頭的 我們再看一下 Beastie中國這裡 他其實也算開邊界但稍微還是有點距離啊 所以可以掌握到這裡 這裡的情況 所以說只有這一小段有可能被下碼頭 那 可能某部分考量也是要 離這個深水魚群近一點啊 像這裡的深水魚群確實是比較近一點 然後這裡又 這裡不知道能不能下 我不太確定這可能下不了 因為黃金礦可能堵在這裡 然後這個果樹礦可能也堵在這裡 也不可能下到這裡來 可能 沒有打算 下在這裡來 所以下在這個位置 然後有一個 還不錯的深水魚群的距離 算是蠻近 好那就看一下吧 這一場 接下來的發展 因為前期捕魚的話 應該就 沒什麼太多能講的東西 一個正常的流程 日本的話木頭倒是補了六個而已 BISTI這裡是補到 10個木頭 中國這裡補到10個木頭 開下了金礦場 日本已經早就開了 鍛造已經早就開下去了 鐵匠鋪 日本的鐵匠鋪 要鍛造 好 那這個建築的話 就是可以存 石頭跟黃金 就是跟一般採礦廠一樣 那最主要就是他可以 直接研發科技當鐵匠鋪用 然後他又相當的便宜 你看他這麼大 這麼大一棟建築 他也只要50的木頭 你要想一般文明啊 以中國來講 建一個鐵匠鋪 就要150的木頭 所以日本 好日本一個鍛造 就可以單付鐵匠鋪的功用 實在 實在是很划算 50 而且你又不是說什麼中國不用造礦場 造礦場其他文明造礦場也要50 啊你造一個鐵匠鋪也要150 加起來就200 那直接50塊漂兩個建築 所以日本這個其實 比較小看這個東西 這錢其實還是省蠻多資源 好啦封建時代下什麼勒 八村直接開拉 賈賀鎮這麼兇 這是從這裡 所以八村直接造賈賀鎮 哇 大手筆啊 八村這樣拉地標 真的是蠻傷心機的 但他可能是要更 求更早的 忍者 有可能會想要搭配村民到 他的碼頭去產那個碼頭 可能有點想要搞他的碼頭這邊 極度有可能啊 那中國也是派了五村 不過中國不一樣 因為他建地標有加成 就反正建築速度比較快 所以畢斯提這邊拉了村民過來建 第一個是帝國學院 其實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帝國造這個 建築速度是真的不可學 也其實有人會抱怨這個問題啊 就是 中國有時候在打一些地圖去搶大型劍塔的時候 中國真的是 直接在你臉上拍劍塔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瞬間過來就造完了 果然嘛 露西鳳過來是搶碼頭 搶在一個很邊界的地方 所以你看喔 Cissi碼頭照在這裡 那露西鳳就照在這裡 剛剛好像還是被看到的 所以沒有差 Cissi第一時間也是 趕緊拉工兵船 然後趕快再補了第二個碼頭 因為忍者很快就會到達 暗發現 忍者很快就會到達現場 來執行暗殺任務 到達暗發現場 過來應該會丟一個 破壞一個建築 但是丟兩個碼頭就不好阻止啊 那 日本過來又只下了一個碼頭嗎 沒有下兩個碼頭 鐵的心要干擾中國這裡的海域 欸 沒死 還好 第二個忍者也出來 會不會出到三個人者 靠港防守 OBISTI的船艦是有點優勢 其實中國這個 加速我覺得在經濟上注意可能更大一點 因為漁船少兩秒兩秒這樣 經濟單位 會稍微多一點點 但我真的覺得這個百分之十是有加跟沒加一樣 我覺得真的有點太少了 沒有什麼差 好啦 中國兩臺 一臺弩炮船 一臺工兵船 日本之又一臺工兵船 然後爆破船 反應好快 反應真的快 出來瞬間就 趕緊拉掉弩炮船 這一定是一直在注意這裡 你有兩個碼頭你也不知道他在伸手嗎 你不可能從這邊看出來他造什麼 突然跑出一臺爆破船 你也是 驚慌失措 有時候在打這海戰的時候 我自己也是不敢不敢靠太近 如果有玩的話 稍微離遠一點 你不知道他到底會出來什麼東西 你說就是那個出來的瞬間你就死掉了 啊中國這裡的話還派了 捕魚船過來修理嗎 因為捕魚船在海上就等於是村民的定位 他也可以修船 好 但這個時代這樣子小船 貼過去修船 其實是有點 神奇的 操作 欸 剛這個爆破船是修一修火反而點起來了嗎 我剛以為這是漁船 他修一修之後這個火就突然點起來了 好啦日本是把整個湖都控制下來了 中間補一個農舍 下方這邊再補一個碼頭 所以 以這個 點位去把整個視野展開 沒有問題 那再也要再開第二個海域了 中國也是掌握了定位 但中國本身自己也 造了另一個碼頭 在這個時間點 兩個湖就控制下來了 現在是日本前期多投資的這個碼頭 而且沒有任何的 騷擾到的感覺 有點賠了夫人又折兵 所以 現在中國應該是蠻領先的 他BISTI這裡是一千兩百分的一個 分數 LUCIFROM只有八百一十四分 爆破船兩台過來 不要炸嗎 沒有他只是停在這邊而已 沒有浪費這個 爆破船 欸 LUCIFROM剛剛要升那個海軍劍俠潮升一半放棄 他感覺覺得也是沒有用 不要浪費這個 不要浪費這個升級 多省一點資料 沒問題 啊日本也上來搞 又來 現在忍者 在四湖這張地圖 好像也是 那個碼頭沒有辦法一起協同作戰的話 忍者就有點無力喔 忍者過來丟了幾個碼頭 把自己的船倒也沒控制下來 只能說BISTI這裡提前的預警意識也很好嘛 他過來就直接補兩個碼頭 補兩個碼頭開始造單位 忍者過來距離其實有一段距離 所以過來就算LUCIFROM前期已經 八村在搶搶造這個甲鶴鎮的 但過來的這個事件 還是來不及阻止喔 然後 BISTI是拉了 木牆要防止對手日本在這邊造碼頭 不過還是被他放下來了 來不及 而且要上水鳥居了 哇好快啊 真的很快 呃 村民沒照完 OK 中國這邊還是有船啊 防守沒有問題 那海途的話 上城堡時代應該蠻快的 那個 水域 蒸海魚這個補一補 很快就 食物量就會上了 中國這邊也是差不多要準備進城堡時代了 不過日本應該會更優先的進 而且聖物這裡排成一直線 123 一直線的聖物都在 中路的位置 這個 又要迎接的是 騎馬五四的騷 騎馬五四的這個 破壞力了 他的機動能力 然後 然後 神聖聖聖女 放完 一帶之後 第一個一樣是丟馬就 就從出去開始搬聖物 不貪心 先從進來開始搬 然後騎馬五四 護衛 標準標準 非常標準的一個日本的打法 那中國將進城堡時代用什麼去阻止 這時候我也不知道用什麼東西阻止 感覺就阻止不了 他現在開始搬 開始出騎馬五四 你不可能防守住全部的聖物 你當然可以派槍兵去防守 可是少量的槍兵 騎馬五四還不怕 他抽一刀 就擋一下 日本繼續出更多的騎馬五四 他是可以吃掉少量的槍兵 而且成本相當的低 你看第二第二趟又出來了 然後 那個 神鳥居也慢慢的會再生第二隻 甚至已經是提早造了這個神道教神社 對神職生旅也是正在建造的 那日本這邊也沒有要給中國這邊喘息啊 七八五四就直接進來了 先刷狗關 壞炮啊 現在必死應該也知道他 聖物要掉光啊 想要出去也出不去 那實在是也出不了家 你說日本這個騷擾 你不派兵在家裡防守嗎 也不行 所以日本這個timing點打的中國是一個 無法反制 狂斑嘛 你看日本已經有幾個了 兩個神職生旅 全地圖生物等下被搬光了 中國這裡就是出槍兵防守 然後 照修道院 我看一下 中國沒有造那個烈日旺城 中國直接就上了城堡時代了 他也要照生旅去搬 可是現在情況是 三個聖物已經是 掌落 落入了這個日本手裡 為了反制 中國這裡的槍兵 Lucy from 這裡是出了 風阻青喔 這東西跑得很快 防守也是挺好的 再怎麼快也只是等於 神羅的 省軍訓練的工兵而已 1.38 他也沒有再快一點點 我在想如果給老練工竹青 再快一點點 有沒有 沒有問題 說不定會更好用一些 也說不定會太強 因為他其實只要搭配 搭配那個弓棋本的話 就跟原本弓箭手的落差沒有 而且他又比較便宜 所以只要弓竹青在旁邊 弓竹青的那個弓棋本 在旁邊的話弓竹青其實就蠻強 他會再多加那一點攻擊力 就跟原本弓箭手一樣 VC 這裡出來想要撈聖物 已經沒有油水啦 還多罩了兩個森鋁 這森鋁還被抓死 你去了嗎 哎 哎呀 那那個森鋁是有被打死 怎麼看到有一個東西在這邊被打死 怎麼沒有屍體 才給我看錯了 哎 啊反正現在沒有聖物了 日本五個聖地啊聖物全戰了 現在中國極度的烈勢 中國這台名點打得非常好 沒有中國這出了 一窩瘋啊 公主青這裡團在一起有點危險 中國現在全部都是 長兵完全對付不了日本現在的組合 因為 騎馬五是不會跟你打 你要面對就是一群跑得超快的公主青 而且數量還挺多 20個公主青 智胡這打到現在蠻少會 海上打到現在大戰了 就 已經又恢復陸地戰爭了 前面海域如果沒有辦法騷擾到的話 其實就是一人掌握一片海 除非在這個時間點有人有空再去偷一下 可是你看都會巡邏 岸邊都要巡邏一下 現在整個聖地聖物都在日本手裡 中國現在是直接被直接被扣在家裡 那看他怎麼出去 但中國的農夫能力 我跟你講也不在話下 甚至他這一局都還有兩個漁港在這邊 漁港也都造版了 幾乎是漁船 造的都是挺多的 應該不會再補更多了 就差不多一個數量 我看一下一個湖泊準備多少 4 7 10 13 所以差不多就13個吧 13 一個港口都13個 這可能他們算過那個最大值了 不確定 不確定 我在猜他們有可能算過這個 可能就 派差不多這個漁船 我看一下日本這邊派多少 差不多 13 14 反正就記得這個數量跟著一起補 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種 就是直接直接操人家就好了 這邊這裡 進來騷擾 中國拉起萬里長城 日本這邊的軍隊也是想要找時間突入 火灶也在拉進攻 日本的近戰攻擊是比別人的時代多一點 因為他的黑暗時代就可以先提 提升一攻 日本的近戰是比其他文明多一的 要注意一下 所以日本其實打近戰很強 不單單是因為他的步兵有武士或女武藝者這些 可是因為他的科技其實也比別人多一攻 多一攻重不重要 很重要 每個人時代 近身上去攻防也只能多拉一點而已 日本活生身在黑暗時代就比人家多一點 大量的 戰鬥下這個競戰單位可以打出非常巨額的傷害 長久累積下來 日本進攻 公主青相當的多 而且都是先生 喔沒有因為中國有生一窩窩 而且應該是中樓一窩窩 這個都可以多耐一炮的有沒有 這周比斯蒂沒有 沒有掌控好 後面沒有操作好 前面竟然硬吃日本的這麼兇 日本的騎馬武士這裡硬吃 公主青這邊吃了一發 多風很痛 中國贏得了一些些的殺傷物價值嗎 沒有 這個女炮 日本在後面還飆死了一堆中國的女炮 而且中國這邊還是扭力 不是 中樓版本 扭力 好難唸 扭力 女炮 流氓 日本武士 騎馬武士 所以 硬要換了 感覺換不贏了 長江兵換還是有點爽啊 就這換完之後中國 4700 日本3700 差1000分的商量價值 日本這一波衝的 不是太值得 而且沒有衝下來 也沒造成什麼打擊 日本現在是想要 給 比斯蒂 本聖 勝利的壓力嗎 這邊想要還補兩個哨戰 有一隻皇宮衛兵 拉單位下來幫忙了吧 天任武士下來了 正面也在推 中國在家裡補上大型劍塔防禦 然後 還有一點 工程器的對意 但老實說中國這裡 直接上 母炮的話 你有點難跟他對 這弩炮什麼概念 多一發 你打一把弩炮兩發 你打中樓要三發 差太多 之前就是把這個改回去 之前這個工程器的對戰 有一板 有一板不是改的 都要三發嗎 頭子車也要三發嗎 那一板真的整個頭子車強度超級高 超可怕 然後弩炮 又必須要存在 就變成一直在 更專注在工程器上 然後最後官方又改回來 這樣打實在太不健康了 所以現在還是回到原本的版本 這算是一種 算什麼 這平衡就有點難平衡 就比較像龍騎士那種感覺吧 反正就是一跟零的差別 你多一發少一發就是有差 那你為了這個去改的話 就整個平衡就會 就變成這樣 我沒關係啊就 我覺得現在這版本這樣子 對意就不錯了 我覺得沒有到太多問題 至少他第一板的時候更慘 後來後來這弩炮 我是真覺得還好 來這裡 公主清這個真的超危險的 哇追為 追為火箭彈 現在雙方的收益價值是怎麼樣呢 差不多吧 日本跟中國現在差不多 因為中國其實也沒有那個空去造什麼 古倉 而且這張地圖造古倉的概率應該 至少現在也不會 因為還有五層 還負擔的起軍隊 而且中國這裡的一窩蜂有點兇殘 中樓一窩蜂 195血也是那一三發 日本這裡的弩炮 已經準備的到六臺 而且這場日本是選擇用公主清去跟中國對抗 但中國也沒有在出槍兵啊 中國已經在轉皇宮衛兵了 這意味著日本這個軍種組合 有點小危險 就等於是工兵了 等於看日本準備了一堆工兵 呃面對的是中國這裡種甲 不是太不是太好受 而且中國還有一窩蜂 甚至是中樓版 那現在日本的優勢是什麼呢 圖控 他圖控非常的好 日本現在拿了五個聖物 兩個聖地已經在進入神聖勝利倒數 對中國這邊會有一個進攻上的壓力 日本可能覺得有危險就不會做進攻 他可能會在這邊防守 而且中間這個聖地 日本是直接拉了哨戰 然後全部升弩泡泡桃 他就是要 讓 中國這邊一定要出來強 他要勾這個中國的部隊出來 確實你不出來也不行 所以日本這邊也派了奇馬武士防守 中國這裡有點 有點吃別 敷不去 又被奇馬武士給趕回來 兩邊的聖地到現在剩五分鐘了 Listie這有沒有機會把他搬回來呢 Listie也準備了六台弩炮 兩台一窩窩 弩兵繼續的爆 中國這裡的軍隊也敘事待發 五分鐘內不出來 繳這個 神聖勝利不行 一定要把神聖勝利給搬回來 中國在 喔中國這裡還有一首烈日夢城 順便上宋朝 補經濟 窄口決戰 很痛苦 這是一個非常吃操作的階段 可惜日本沒有投石車啊 這一個 群在這裡用投石車最開心的 但這裡的視野我得說 不太好打 而且這個牆壁拉起來了 操作上又很困難 又被封死在這裡 烈日夢城雖然沒有像城堡那麼強 但至少他也是可以升個 弩炮炮槍的 烈日夢城還是有一定的防守能力 這 一窩瘋 喔 NO 公主清這一個 痛死了 右邊的日本少戰有一個 弩炮在射啊 不過這個還好 這對工程器沒有加成 不過這弩炮如果對工程器加成就超強 我沒有 中國繼續往前推哨戰 你可以看到中國這個 建造速度在這場比賽就 獲得淋漓盡致的發揮 哇靠這一窩瘋 我撤出西風這個 誰被一窩瘋丟死了 好好好難躲 好痛 而且現在中國都是弩兵 日本的公主清在這個對義根本就打不出什麼東西 應該不會再造了 日本這一批公主清死光應該就沒了 不會再 不會再那個 不會再造了 3分40秒應該是躲不回來啦 可惜了 對日本這場神聖勝利應該沒有什麼希望 他現在硬踩那個勝利會讓自己 死更 死更雄啊 中國這裡很爽 他踩著就好了 他踩著你一直過來送頭而已 不行了 Rusifron有點太 執著要在打這個神聖勝利喔 他是他沒有那個 日本第三時代不能上大型劍塔 所以他根本沒辦法親力的守住這個神聖勝利 如果他是什麼德里斯丹之類的 應該說正常文明啊 在那邊下大型劍塔應該就守得住 但你不是 所以日本沒辦法 可惜 但是 日本的經濟應該還是蠻有優勢的 畢竟他五個聖物佔了一整場 好 但中國這裡有大量的軍隊 85個單位 目前 陸地上這邊也是很多單位 往前推的話 日本家裡 軍隊價值 有點偏低喔 前期日本還挺囂張的 中國這裡 行 黃東衛兵往前推 好多黃東衛兵 手持關刀衝進來 日本倒也是拿著大太刀衝出來的 黃東衛兵打不贏日本武士啊 不過他們騷擾能力是很可以啦 對中國已經出關了 中樓一窩窩風 對比這個珠希來講 東有中樓的東城武器 其實還是挺優勢的 中國是真的打到後期 強度不容不容小 同中國 靈心騷擾應該是不用 不用太在意 喔這裡 這裡的日本 女武者在偷村民啊 沒有看到啦 這種通常 通常你在外面偷資源的時候 你都很難注意到他 你都覺得我偷的神不知鬼不覺 他結果被找到的時候就整個完全舒服掉了 這村民直接被撕光 沒有石頭 中國軍 推進啊 右邊往前推 三台一窩窩風 好多其實中樓版的 這壓力很大 日本這裡不好操作 城市站 弩炮 也不好操作 卡來卡去的 然後中國又一堆 弩兵在後面輸出 這一個村民怎麼拉到這裡來 這日本村民是怎樣 他有時候跑到這裡來 他跑在這邊要電檔是不是 直接使出平民肉盾 這感覺有點操作失誤還怎麼樣 那些村民是衝到前線來的 他跟 採完資源 不知道 反正衝到前面來被殺了一波 當然還是沒有剛剛 中國被殺的村民多拉 這裡的石頭 已經沒有村民 那個 官員還在那邊默默的監督 沒有油水可 油水都沒了 日本勉強防守住這一波 但是中國 沿路下了很多哨戰 每個都生好母套 努力著 一個一個倒下 死去 我覺得他們現在打的 應該有點亂 所以有些地方都沒有看到 像這個地方他也沒拉開 雖然是就一兩三隻單位 可是就長久累積下來 是會有一些 無謂的損傷 戰場太多了 有時候真的蠻難注意 這兩個哨戰生了那個 強化哨戰之後 皇宮衛兵也 少量偷不下來 被弩炮射得有點痛 而且還有 不知道是什麼 村民在裡面 還補了一些傷害在這邊 啊 這日本出來的工程器 還被抓到 怎樣 沒事吧 村民追著修 上來 武士刀掏出來 直接砍死 沒問題 日本重新集結喔 有現在日本的分數是 少量的落後 前期感覺還打得蠻凶的 可不可以這邊少量落後的 因為中國這已經進入到後期了 運氣爆發 準備要起來了 上宋朝之後 村民15秒 造一隻 呃 日本有開兩TC 中國只有開 一TC 而已 蠻少見啦 紅中國 打這個 這個 對戰只開了一TC 那某方面來講是因為這張是混合圖嘛 竟然都有港口的 也不見得就會開那麼多 這張地圖真的 黃金控在這種位置都很難防守 因為都離對方的陣地很近 瞬間出來村民一個沒注意就被殺掉了 日本出來囉 而且轉了女武者啊 因為看到中國也蠻多皇宮衛兵的 女武者是可以有效對付這個皇宮衛兵的 就騎在馬上的弩兵嘛 講過了 喔喔喔 看到投資車一窩蜂這種攻擊 在這種比賽裡面都是一定是驚呼連連 看到 一群過來的 投資車砸下去的 死一片了 巨頭出來的話 中國的邵戰也蠻難站得住腳啦 巨頭丟一下 415的傷害吧 很痛啊 邵戰應該 就算強化邵戰也撐不了幾發 沒撐 沒拉的話大概兩發吧 直接去 自己這樣沒有選擇 造那個皇宮 他他先照的那個 天文中樓去防守 啊通常這樣地圖他很喜歡照皇宮嗎 之前也看到他照皇宮 就在中路這裡 痛制半場 應該說快整場的視野 當地圖偏小 因為似乎已經佔了四個陸地地塊了 能走的範圍就那麼小 所以皇宮的防守範圍就變很高 視野就是等於開圖在打 日本在下方照上了烏城喔 終於不是總指導槍匠 種子島是這個名字嗎 總指導 我都記得他叫總指導槍匠 這魂火藥不重要 反正中文翻譯的那樣 反正不是生總指導啦 蠻少見看到烏城的啦 日本這邊是直接造烏城喔 他就等於是一個城堡 然後可以選一個中立的貿易戰 直接產生保障傷隊 你就按一下 然後他就會從這邊生一個商人 走回去烏城然後拿一筆錢 這可以用一下 反正也是一筆收入 中國的關刀隊又出來了 紅中國大戰日本 女武者現在的META是不是就是出這個女武者去打日本 打中國 看來這個防守效果還是不錯的 哇靠 中國這裡很虧喔 等一下 這工程兵器回不去欸 等一下日本這個 這頭車跟弩炮回不了家囉 那弩兵 追著後面跑 弩炮會先被戳掉 唉可惜阿 中國這邊沒有皇宮衛兵 追上去應該是直接一波打死 但是 弩炮這 欸 弩兵都停下來了 NO 全死光 這個怎麼搞 而且這裡還有中國的兩隻關刀在這邊跑刀阿 亂了亂了亂了 日本這個直接被反將軍 反將一波 當然想說下路還想要推一波打中國 結果中國直接反推 工程兵器死掉很貴喔 呃 優勢感覺突然就沒了 不過還有女武者阿 有個機動能力 有沒有D史哨劍研發一下 之前戰術也正在拉了 日本 中國都進到第四時代 中國選擇什麼第四劍阿 神道阿 OK 呃 神道的話 王朝科技可以在這邊被研究 然後成本減百分之五十 研究速度也會增加 王朝單位被殺死這比較重要 附近會得到攻速生命值10秒 那就 王朝單位 有出的話 這個這個就蠻好用的 就出出一堆 或這裡有王朝單位嗎 好像沒有 諸葛弩應該就是王朝單位阿 但是沒有出阿 他可能只為了要升那個科技吧 科技比較便宜一點 目前 不然之前有時候會配什麼諸葛弩阿 配什麼火長矛阿 呃 死掉之後旁邊也可以加攻速回血什麼 還不錯 阿子彈兵這個東西我就說 其實單挑我是蠻少見的阿 有人會說什麼子彈兵我喜歡用對付一群什麼的 我只能說可能高段場不太好看到 那子彈兵的效益還是有點差的 日本在下陸有一批部隊阿 然後日本這邊也是女武藝者集結 女武者加女武藝者女子部隊 阿中國呢是一堆的弩兵 不過女武藝者數量如果夠多的話 那母兵其實會被砍的比較慘一點阿 但這裡的部隊還好 母兵比較數量優勢 這邊是打贏的小部隊 日本小部隊 但下方這裡還有日本的軍隊 日本武士混搭女武藝者 還行 不過日本武士也只有五隻而已阿 不是太多 跑好快阿 1.38 他也是1.38 女武藝者更快 跟他衝鋒1.8 平常跑速1.5 其實還是蠻快阿 只是女武藝者打中甲步兵沒有什麼優勢 攻擊力比較低 這裡還有空拉村民過來修弩套 可以 欸超癢的阿 後面這個單位血量多起來之後 這個私人中心的攻擊都 快起不了作用 起不了作用 人家的皇后衛兵 派個兩三隻進來 你不派軍事單位過來擋都快擋不住 所以中國這裡又起了壞壞的念頭了 過來開始拉馬頭了 突然海上給你一個打擊 我覺得日本如果沒注意到的話會有點危險 然後烏城這裡自帶的是火箭彈 打步兵騎兵都有額外的殺傷 不過這烏城 中國直接扛了兩... 喔三挺大炮欸 烏城完全扛不住了 直接被爆頭了 烏城直接陷落了 日本這大量的女武衣者 剃刀部隊過來爆砍一波 先掩護自己的攻城兵器進城 守在門口 有沒有問題 可以 防守得住 中國這裡的弩炮船 中國這裡的弩炮船 突然跑出來攻擊了 日本的話 被打的時候才反應過來吧 所以這邊才開始造 下面這裡 中國退回去之後 這烏城有要修回來嗎 感覺修不回來阿 擋不住阿 日本沒有任何可以反制火炮的手段的話 他們沒有辦法去修這個烏城 雖然剛剛看到好像這一波很兇 烏城直接修在對方臉上 可是剛好也離中國家裡很近 所以這個烏城被打掉 在攻擊的時候 你要追他 中國就會回到城牆後面 反而也不好打 不過看起來 中國剛剛BISTI過來造的碼頭 也沒什麼作用了 稍微打了幾台漁船吧 無傷大牙 日本的漁船也不怕你殺的 反正資源那麼少 日本現在工房幾乎也是拉的蠻高的阿 遠護甲近護甲都拉滿 中國當然也差不多啦 工房科技算是蠻平均的 阿日本這個經濟科技是有顯示問題的 阿應該是有顯示問題 有顯示問題阿 阿那個採集應該都拉好了 沒有顯示阿 一樣壞的 阿都沒改版當然都是壞的 可能也不會修好 阿女武藝者也來 換到中國的古倉區受苦受難 而且女武藝者的輸出其實比中甲部兵要高 他砍的速度跟他攻擊的距離 讓他殺村民的時候是如虎田野 正面交火 一窩蜂一直沒處理掉 女武藝者直接衝上來包圍弩炮 中國出了火槍兵 派村民開始排成修理嗎 沒有 村民出來直接擋住這一波傷害怎麼回事 日本殺了 屠殺了中國94個農民 中國也還以顏色 殺了61個 這邊還是持續增長當中 日本這邊也是不斷的往前推自己的城堡 到他臉上 城堡火箭彈 我看一下 打劍竹應該沒有加成 所以就 八十二點傷害 加上 這開扣多少錢 欸 把他去打其他單位 等他這裡村民 但村民直接被火箭彈點死 誰繼續的偷炸 他有火焰護甲 他是遠程傷害 這是遠程護甲 對啦 他遠程護甲五十 火箭也是遠程傷害 所以其實被擋了五十點傷害 那也沒打很快 不過城堡壓在這個位置就不好進攻 日本選擇從上路衝鋒 這裡是一堆女武役者 踢倒進來 很快燒掉牆壁 從上面進攻 如是中國 上路的烈日夢城 下入中國軍隊 一部分正在推進 是派村民直接開燒 好 爆戰是準備要硬燒 中國這邊是連村民都拉出來作戰 日本的女武役者 是又要直衝中國的古倉區 這裡的古倉區 防禦非常薄弱 結果中國這邊來了一套空城劑 什麼都沒有 哈 日本進來什麼都沒有 空城劑 哇 啥都沒 老舊已經沒有村民了 人去樓空 中國直接回防一個火槍兵 日本的女武役者應該被留在這裡 中國大型箭塔壓的位置也是非常的不錯 這個位置 這張地圖很痛苦 陸地沒有什麼距離 然後就很窄 大型箭塔城堡什麼的都很容易守住一個路頭 被掐住喉嚨 沒有辦法隨心所欲的移動 變成他出來就直接被城堡攻擊什麼的 而且視野都被掌握的 容易掌握了啦 就是這張地圖 畢斯提這邊也是很容易看到日本這邊一大堆的視野 所以他軍隊動向很容易就被 就被察覺 就可以提前去拉部隊 可是現在戰場也是算蠻 混亂的我得說 現在中國這裡是壓了一個大型箭塔 所以中國這邊有一個陣地 主要也是為了要這邊的黃金礦 那日本同時這邊也是壓了一座城堡 城堡壓在這邊 呃 現在地圖上的金礦剩什麼 日本金礦是不是應該要乾了啊 對耶 沒有日本沒有金礦了 只剩這一片 而且在中國的手上 日本拿了整場的聖物 這邊黃金還是被他敗光了 因為中國這裡的商量價值是高日本七千人 從上車過來根本 摸不到耶 而且中國這邊有一堆中樓版本的工程武器 好痛 連日本武士都被砸爛 日本步兵團這邊想要從右邊衝攻 右邊這邊也帶了一群 要打一個雙線喔 可是中國呢 左邊這裡的軍隊DPS很高 王公衛兵負責吸收傷害 然後後續跟上來的火槍兵提供更高額輸出 打團造成AOE傷害 我們可以看到一波蜂這裡 給出的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錯 所以左邊這裡日本應該會防不住 日本再次衝進中國補償區 如果提前拉掉了村民進村莊還有市任中心防守 後續出來的部隊直接補上後面 因為武藝者單槍匹馬的話 體質還是有點太糟了 所以這邊衝不下來 反而是中國前線這裡的火槍兵有點噁心 數量有點太多了 日本沒有任何範圍的工程武器 就是有也被點光了 有五台的母炮 連衝撞車都守不住了 一窩蜂舞台這樣丟一丟 衝撞車瞬間被點爆 然後日本進來的單位也沒騷擾到太多 全部被抓掉了 中國又恢復了食物的營運 日本這裡的食物每分鐘三千了 天啊 但這些食物出來的軍隊好像都下水繳掉了 所以還是持續的推進 日本這邊要從中間被突入了 我們所謂中出就是這樣 從中間打出敵人 什麼硬要扯 OK 現在日本斷金礦 他所有的收入 黃金收入都來自 聖物而已 還有一個聖地 中國還懶得站是不是 站一下 中國這裡都控制下來 還留一個聖地給他 踩進來就好了 順便拉一隻進來 把聖地再踩掉 日本少拿一點黃金式一點 不要讓他有這個余裕在出什麼黃金單位 那BISTI這一波打完之後 沒有直接照鏡的衝進去 是回防之後補充單位 準備要再發起下一次進攻 那火槍兵沒有損失太大 所以火槍兵的資源都省下來了 現在分數上中國是領先 一個反打 蠻精彩的 中國後續的作戰能力 還是挺可怕 紅中國啊 天梯上沒有人 太喜歡紅中國 現在選的人也不是太多 反正就這文明就比較困難 確實比較困難 比賽的話就是這樣 你操作的來中國這種文明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短板 你要打什麼也都可以打 而且就是打到後期之後你比較 隨心所欲一點 經濟起來你要爆什麼就可以爆什麼 就什麼都有 而且中樓版本的工程武器也強 慢慢爆慢慢爆你的工程兵器都比別人多血 多百分之五十滴血很多 對吧應該百分之五十吧 百分之五十的血超多 別人一百血就一百五十滴血 那你就多吃一發 多吃一發就差非常多 日本這邊打的戰術是要多線去進攻中國 類似中國用反攻衛兵 兩邊是一樣的部數在對付對方 日本武士 沒有用 美好的勝利 過來沒偷到直接被打死啊 女武衣者過來怎麼了 怎麼不見了 女武衣者死了嗎 還拉回去了沒注意 這邊這邊剛才有一個在燒的女武衣者 不知道在哪裡去了 在這裡 跟農田合為一 有過黃 兩邊的村民擊殺都破百 血腥一局 時間來到了四四分 對我要是當下看直播 我真的是看到也是 直接失智啊 打完都不知道幾點 四十四分耶 都還沒打完 而且看起來還有得打一陣 的感覺 日本進來的女武一直還沒解決完 中國趕快再派單位回去防守 因為日本這裡的經濟其實一直都維持了還行 農田區沒有被深入的騷擾 那日本在家裡防守的武士打皇宮衛兵 當然沒有問題喔 直接被武士刀砍死 關刀不敵武士刀 被戳死 被爆彈一波 正面看一下 日本武士海 各位 對付火槍兵 誰輸誰贏 我覺得是武士死得有點慘 會贏也是死得蠻多的喔 那火槍兵這個展開陣型沒有比較好 反而被近戰這樣貼著看 很飽 大型劍塔防守 火槍兵墊著 傷害 加日本這邊還是往回 拉了一些日本武士要回去嗎 沒有啊 拉回去不知道幹嘛 他是拉了一小批部隊回去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又有一批部隊在前面被 被殺死 我剛剛沒有看到他為什麼要拉一批部隊 不知道突然為什麼 兵分兩路 反正現在日本 開始猛烈的 狂暴日本武士喔 中國這裡沒有任何的騎乘部隊 所以 現在日本武士的 復兵大太刀 其實可以打出很好的加成傷害 都額外加四點啦 所以 中國都是復兵的情況下 日本武士其實挺優勢的 就只是插在他很容易被風箏而已啊 對 大太刀衝進來 日本武士萬歲衝鋒 關刀扛起 防守 日本武士也在倒下 包齊本死去 留在地上的是 激勵隊友的攻團 火槍兵邊打邊退 日本武士這邊 不敵火藥武器 看起來是倒下了非常多的數量 沒有衝鋒成功 日本武士往回退了 哇 這一波 有點糗 日本這一波沒衝下來 中國又防守住的話 中國很流勢喔 一萬分對八千四百分囉 BISTY這防守能力 行吧 日本也已經打了很多線了 但依然突破不了紅中國的防禦 也沒有 紅中國贏了也沒有直接衝進去嘛 沒有說我直接衝進日本家裡 也沒有 直接回 回去防守 日本前期就拿了五個聖物 你可以看到中國 無所謂你的五個聖物 無所謂 無所謂 你拿吧 不過中國其實我覺得也差不多要斷井 黃金礦應該也沒剩多少 打到已經要五十分了 我只有講了要一個小時了 各位 該點讚了吧 每一場都可以錄這麼久 這次比賽 我希望還是可以做完 好不好 點個讚鼓勵一下吧 趕快 這幾天真的是 這做影片的這幾天 我真的是每天 每天都花好多時間在那邊看這個比賽 然後 做給各位看 總覺得要是不小心被洗掉的話 有點乾 趕快搶時間先做 這裡 日本武士還是突破不了 近來日本武士只好得一圈 但中國的火槍兵還是很多 對火槍 對火槍 你終究用肉身還是難以阻擋的 中國就是不進去 他就是 他就推推推就回去 他想要把他餓死 日本武士也回不了家了 所以這也出不去了 槍爵 又消滅了一個 日本現在 軍隊剩六千三 最後一波萬歲衝鋒了吧 中國最後採取全面的西化武器 全部都是火槍火藥部隊 打對方這個冷兵器 熱兵器對冷兵器 又不打了 日本知道自己也衝不贏了 日本武士 含淚 直接宣告失敗 這場比賽終於講完了 五十分鐘 所以 應該是2比2吧 對了 上次應該是做到 Lucy from 應該是2比1 反正記錯的話 我後製的時候 會在上面標註正確的成績啊 反正我講錯就算了 哎 那我記得應該是2比2 好 那目前為止 呃第四場比賽 BC跟Lucy from 打了一個2比2 所以 難分難解哦 我們來再看繼續看下去 不過今天這一集已經要一個小時了 所以 今天就是這麼一集而已 我們繼續之後再補 感謝各位看到這邊 點贊支持 有餘的話就可以考慮贊助一下 我們就期待下次這個系列 Lucy from 對BC的精彩對戰 繼續下去了 接下來下一個影片吧 拜拜